全台各地又将开始出现明显的降雨了 所以特别提醒了礼拜三礼拜四明后两天的雨势会非常非常的大 甚至有机会出现好大雨的情况 所以特别提醒地外地区的观众朋友们要小心 很有可能会有一些积水跟淹水的情况发生 山区连日降雨也要留意图是崩落的情况了 那么什么时候才会等到好天气呢 目前看起来这场雨会一直持续到礼拜五 要等到周休假期天气状况才会明显的好转 好我们先从微信图上面来看起 上一波这个水汽呢已经逐渐的移出台湾来 所以目前呢其实台湾正位在这个短暂好天气的小空档 不过很快的呢其实目前在中国华南又有一些水汽开始发展起来 并且呢逐渐的要接近台湾来了 预计在今天晚上开始这波水汽就会开始影响我们台湾 所以呢预计在今天晚上一直到礼拜五 可以看到呢在中国华南这边陆陆续续的都持续有一些水汽发展起来 并且一进台湾来导致全台各地呢在接下来这几天天气状况都是相当的不稳定的 其中又以明后两天礼拜三礼拜四的雨势是最佳的明显的 预计呢在整个西半部地区跟山区都有机会出现好大雨 我们可以看到了在礼拜三礼拜四明后两天 西半部的雨势呢都是相当的明显的哦 其中呢又有比较中部地区靠近山区的地方雨势是最大的 所以真的要提醒您啊如果没有什么必要的话尽量减少山区的活动会比较好一些了 那么刚刚提过了这场雨呢会一直持续到礼拜五 礼拜五的雨势呢会逐渐的趋缓下来 但是真正要有阳光的好天气呢就要等到周休假期了 所以提醒大家了接下来这几天的天气状况呢都是非常的不稳定 大家外出一定要记得攜带雨季 而在气温的部分呢北部地区感觉依旧是稍微失凉一些些的 特别是有下雨的时候呢感觉会是比较凉一点的 高温23度到25度左右低温20度到22度左右 中南部地区呢就比较潮湿跟闷热一些了 这个高温的部分呢还是有27度到29度 低温还是有256度哦 一整天都是相当的潮湿跟闷热 所以在一周的部分呢提醒中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们 还有东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们哦 一周呢还是可以以短袖为主 但是提醒您下雨的时候还是有一些些凉的 所以建议您还是可以戴着一件薄外套出门 而在这个北部地区一整天都是比较失凉的感觉 所以建议您呢还是可以穿着薄墙袖 不过同样的也是要记得再戴一件外套才不会感冒着凉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